新北市産水区町委国秀日前带到学校议年纪学生来到临京浩红的黄酒拿生态隆堂 外人邀请到凤亚保释协议图栏官带到学生到当大陆去生态报道当中 搭配到町委国秀号的生态扣定 以及为到刷入来保护路线外人来进行软心 让小孩到过时地勘扎会得到更多 新北市産水区町委国秀日前带到学校议年纪学校议年纪学生来到附近的黄酒拿生态隆堂 进行图栏的课程 学校的主任表示 这次的外人邀请到凤亚保护协议图栏丸丸 串丸学生作为大陆生态报道当中 配合得位国秀的厚地生态课程 接下来让那些外人进行准备 让小孩到过时地勘扎来学习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荒野保护协会 带领我们二年级一百多个师生 我们来到红素营的生态步道 那这个活动呢最主要是 我们搭配学校的我们的孝敬生态课程 然后为了我们5月27号有一个 我们在金色水岸的自行车道 有一个护卸的活动 我们做一个提早的暖身 主任表示 为了要让小孩走进派后附近的生态环境 这次特别带他们来到红素营的生态步道 主要要让小孩买到红素营当中落下的品情 学生也说看到很多回调和産买非常有趣 让孩子能够认识说 现在我们人类生存 生存的环境跟我们的生态保育之间 有怎么样去做一个和平共融 互惠共好的一个和平共的机会教育的场合 所以今天先带着孩子来认识 我们现在目前红素营繁殖的路线有哪一些种类 然后顺便了解一下生态的状况 今天是非常感谢 设计所有的这些单位来协助我们学校推动这样的课程 好好表示在这座生态的德南当中 不但让小孩看到落下的生存环境 又让小孩知道落下乘路去对方经过渡楼的时候 让车搞到的状况 就是一般说的生态路纱 透过风亚不让学会来解释路纱的现象 可以让小孩了解到人的生活空间 和生态要怎么来和平共存 并且保持平衡 从生态保佑的观念主赛来加起 记者口断业淡水不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